硬杰式是木石牆的屋頂跟牆壁 就是天花板跟牆壁之外 其他大部分都是小舞弊的牆壁 下一頁 外牆的話是加牆鑽罩 布地板我們有看到墊高的痕跡 所以早期應該也是榻榻米 後來才改成布地板 下一頁 然後床樹的話是用磚器的 下一頁 那這裡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們增建了幾個倉庫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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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會把文化資產價值 右邊這邊是我們重新整理 第一個就是有時代性的建築工程跟技術 因為它外牆是加強轉造 然後有用黃色水泥去塗布 另外就是說反映當時國民政府來台的時候 對於化工的發展的歷史 就是重視跟歷史 然後下一頁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修正公告 就是因為我們在調查的過程當中 原來劉青猴公告是寫劉青猴的一個住宅 其實他的本名是劉青猴 劉青猴是他的號 另外就是原來公告的年代是1940到1950 因為日本的時代它其實到1940 而且我們考究原來的資料裡面會發現 其實1945年的時候它就已經存在 另外就是說歷史建築本體它其實有兩個地毫 我們這次也一併把它更正 原來公告的建築面積是160.53 我們實測之後是159.2米 另外就是說佔用必要設施 就是我們把它努力出來 因為作為這個服務性的一個需求 另外保存範圍裡面 我們會增加就是水池 然後跟防空洞 下一頁 這邊大概就是公告 兩瓶土地然後面積 然後再來 其實比較重要 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原來它有一個附帶的建議 就是圍牆食材不得移動或減損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圍牆跟食材 它都不是日日時期的東西 都是後來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這個把它拿掉 那另外就是保存的範圍 除了庭園之外 我們會增加北側水池 南側消防室跟防空洞產處 以上說明 謝謝 好 那個是不是 標解局也有代表 有沒有要給我們執政或我們做 好 那這案子 老師問有沒有 有要進一步提問 再讓我再試試看 謝謝 謝謝 其實這案子來是就是 那個標討單位其實都花了蠻多心 然後講 那我們後來可能調查到 其實有蠻多的問題 裡面關於那個實踐的序述 因為雖然大家現在只要中式再利用 可是你的內容以後可能會變成 大家的一些解說的內容 所以做算好還是標地球正確 剛才一直講加強專照 可是這個看起來 在高度內容中寫的是專照 然後如果是加強專照的話 也是要確認一下 它有放那個補牆的那個住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這個構造上一定要弄清楚 然後事實上你們有做很多的補牆結構的計算 可是它本來是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然後去做 其實有的時候不見得是 要把每一種方法都做了 而且整體的評估在教研究的階段 其實那個部分其實是一個 整體的就是需要補牆 倒不需要做到那麼斜 而且它們是專照跟目落照的分隔 所以其實你兩個分開來做 其實有的時候不見得是最真正的做法 然後我們在看那個報告書裡頭 有些地方放了非常多的 就是好像五十一頁就放了一個很清楚的 日子時期的那個最後的航道 可以確認它在日子時期間 可是它反而剛剛好我們的建築 沒有在那個裡面 然後呢 那個我們在看那個 P-time的地方 那你就寫說它是用摩斯密碼來繳搭 不是假的 其實那個以前是對日本人來講 這樣子的一顆 就好像ABCC一樣 就他們兩次每個人都知道的事情 今天我們不熟悉了 所以這種寫法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B-time B-time其實是在舉行完工儀式的時候 它會用一個東西 然後之後它就會直接掛在屋頂上方 所以它也不是叫做贈送 然後它也 它跟那個洞長是不一樣 洞長是會把很多的東西都寫比較詳細 但是B-time它主要只是寫它那個時間 還有就是寫是哪一家營造廠 所以的確可以判斷營造廠 可是你對這個東西的那個理解 好像有一些問題 然後就是你一直講那個茶室的部分 其實那個空間不可能是茶室 因為它旁邊壓入然後都是廁所 因為茶室的話它其實是一個代表很豐雅的空間 所以它的那個形式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它可能只是會房間會脫一個房間 所以在這個部分 剛才講的我們介於高三種跟四種之間 其實不會有所謂的高三種 就是高總觀色三種跟四種之間 其實你只要去看它的那個房間處 還有它的平數 還是可以確認說它到底是哪一種 而且它不會有所謂的變形 就是說你今天剛剛好找到的高三種跟高四種 它跟它不一樣 並不代表它變形 因為本來高總觀色就是不同的配置 它並沒有標準 所以這也是對於這個 這種宿舍理解的不足 然後我們能講到中間的空間 我覺得這可能是引用書的問題 其實日本的空間觀念裡頭 並沒有所謂的世外不進世內地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它的確有里根外的概念 然後因為氣候就是為了居住的舒適 會有這樣的一個空間空間 可是它不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也許有一些個人的看法 可是不見得你一定要去引用 然後在你轉換產價值頻度的部分 像全種跟明溝作為防禮措施 這也是一個問題 全種跟明溝其實它是為了排水 所以它不是為了防禮措施 我想你本來要講的那個是那個防禮混濟 可是它其實是不一樣 而且其實到了1940年代以後 就已經覺得這個不是最大的那個 不是最好的防禮的方法 所以就是仔細看內容裡頭 還是有蠻多可能會到以後會誤解的問題 所以可能還是要再做一個確認 謝謝 這邊有個人要回應一下 對 老師剛剛講的這個部份 有程序的話 在這裏的這個方法去做調整 因為我們這個案子有審過兩次 其實之前也有委員也講到說 其實他們也的確有可能這個 不是屬於觀測類型 它可能是自己建的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辦法收到這一些資料 因為其實已經找了很多很多的資料 那我們以後這個措施 如果還不完全確定的話 我們再做這個比較中立而保守的措施 謝謝 官司只要看那個所有權的那個移轉 那是可以確定的 就是它最後是轉移到那個公有 但是即使是那個公有的高等官司 它的形式也不是一定一樣 因為高等官司沒有標準 所以如果從它形式來推測 它應該還是觀測啦 只是說 只是說它的那個形式怎麼不應該寫說 它介於三成跟四成之間 那張老師就要答應 那個我也認為那個報告書裡面 有關那個歷史的這個部份 我覺得要謹慎 因為後續如果再利用的時候 拿這份資料出來做說明的話 或沿用的話 我覺得會引發很多的困擾 那我接著提到那個 有關日本時代的一些資料 那報告書裡面在86頁 其實有放了土地的嚴格 那這個部分其實因為資訊其實不多 停在那個大政八年 大政八年1919年 那之後的資訊其實都一直不是很清楚 那過程當中出現了一位日本人 但是又轉到了看起來是台灣人的那個手裡面 那這個資訊不知道是不是全部 那也因為資訊不多 所以有關內容的部分 我們直接就把戰後的那個工業研究所 跟戰前的工業研究所直接做連結 我覺得這個連結其實很危險 就是在85頁的這個地方 直接就去談那個觀測所有權人這件事情 就日本時代的部分直接就用標題 把總督府工業研究所 那事實上工業研究所成立的時間到1940年 就是今天的工作 那這個時間跟東門艇的開發 事實上我覺得有時間的落差 而且你放的那個85頁的那個資訊 這個吃天姐座它的住宅的那個地址 看起來是杏廷 但是我們這個地方其實是東門廷 所以其實那個落差其實還蠻明顯的 就是其實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資訊在 但是因為我們把它併起來了 所以很容易讓人家誤解 我們這種房子原來就是工業研究所的房子 那這件事情我建議就是 有一些東西的寫法包括要判斷 那個很多的資訊不足的狀態之下 我建議是純疑的狀態 不宜做這樣子的一個標題的一個呈現 那以上大概提供修正的參考 李老師 我建議就是這個附圖的兩個A452 A403跟附圖的A904 A904這兩個同格位置的附下 在對付的對象 就是該有的構想 該有的目的 該有的對象 該有的對象 缺項 好 現在這個法師對這個案 請問 好 如果沒有我們就來照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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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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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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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 我们 谢谢 我们 以上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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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